记者陈丽言综合报道 立刻被吸吹吐槽 连TWICD的SANA韩文都讲得比你好 而东海也不甘示弱反击 然后为质疑挂作自己的节奏 坚持说完开场办 与B更帅气的将手卡丢下镜头 而哥哥们即使全部脸貌三条线 仍有爱夸赞他扔得好 下班本思 SUPERTV而以争夺综艺王为目标 邀请偶像艺人与号称综艺偶像的SUPERJUMIOR展开对决 首级来宾邀来奎 一年四个月回归的女团AOA 男的能与女团单独录结 目的SUPERJUMIOR在AOA登场瞬间陷入尴尬 不仅东海一声动也不敢动 连反应宝使员都忍不住睁大眼 顶住出场来天发乐 还被队场里特抓包从连到脖子全红通通 害他急忙解释 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了 为了争夺综艺王的封号 SUPERJUMIOR是前研究AOA每位成员的 才能进行验证于对决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员就是一生 手长对战让我起座就输给灰金 与雪雪满起当然咯 的游戏 其实更是冰淡如沙岛 雪雪一年也有趣美容是麻 你知道你发心很一般麻 以及你素颜麻 得问题进攻 让十分在乎倒行的一生相当错愕 比冰回头了撑远 我看起来真的不OK吗 甚至在立特级新闻AOA SUPERJUMIOR每个成员本名时 也只有一生的本名让AOA 想了老半天就是答不出来 怕他再度渐入失落情绪中 几分搞笑又心酸 日前释出的前导影片中 SUPERJUMIOR成员们 也透露本期节目构想的初衷 希望打造即使 不是要花帮粉丝名 也能开心享受的节目 接着更发愿说 以后我们结婚生子 也让孩子做这个节目 做到32季吧 此外 SUPERTVR与今期 每周五中午12点 在爱奇艺台湾站独家播出 东海负责SUPERTVR手机开场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 是原作被对常立特抓包 看到AOA脸红害羞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